然後呢 一百跟一千有沒有感覺 有沒有感覺 你想一下 媽媽一百塊錢比較少張 十個一百塊錢等於 一千塊錢 一千有三個零 一百有兩個零 好了沒有 寄下來沒有 寄下來 寄下來呢 就要來泡口看你 我現在問你 一公里等於幾公尺 一公尺等於幾公分 答對了好厲害 到太陽有多長 怎麼辦你要用一公里來算嗎 十公一百公里 不能用公里 太陽太遠了 我也知道我們沒有辦法去處理它 怎麼辦 我們要用什麼單位 平常看到的單位用公分 對不對 超長用公尺 到高雄用公里 到台南也可以用公里 到新竹也用公里 好 那到太陽呢 有多遠 有多遠 要用什麼單位 我確定你們不會 因為你們年紀都很小 那你只要稍微吃到就好了 好 我們把它取一個名字叫做 巴斯光 有時候有聽過一個 巴斯光年 答對了 巴斯光年 用光年來去 當作它的單位 那因為 我們公尺都還不會 公里都還不會 光年先不要理它 好不好 然後我們今天都不是要學這裡 我們今天要學什麼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呢 不學這個 不學這個 毫米 學這個 然後我們要學毫分 還有什麼東西沒有 毫米 還不會 毫米 毫米 毫米是長過的 毫米多長 我們先想一下 毫米跟這裡的關係 毫米是要用來幹什麼的 什麼叫做很短呢 來 各位親愛的同學 你看一下這裡 請問它有多厚 有沒有看到 它是不是也是一個殘度 沒有很厚 很薄對不對 請問它有多厚 如果你用公尺來量 一個公尺那麼多 然後你這樣量是不是就不好計算 對不對 是不是 那你用公分 一公分是那麼多 這個一公分是不是比它多 那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就新學一個單位 專門去量很短的東西 那這個字呢 這樣子寫 叫做好 你 中國字叫做好 那外國人怎麼說它呢 這個 這 就好像說 這個 中國字叫做 此 此 對不對 此 那英文怎麼講 妹妹 這個的英文怎麼說 爐了 爐了 這個叫做爐了 那好米的英文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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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寫 嗯 嗯 我告訴你們 很簡單 有沒有吃過一個巧克力 那個巧克力的名字叫做 M M 他的英文叫做 他的英文叫做 M 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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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沒有 MM是毫米 CM是公分 M是公尺 那公里的英文呢 公里 嗯 嗯 按點 嗯 以後再跟你們說好不好 我們先學這個叫做 毫米 毫米是量很短的東西 那毫米跟公分有什麼關係 那各位同學 請看這裡有一個尺 你們看到這裡有一個尺 有 有對不對 對 在這個一公分裡面 有沒有一個0 有沒有一個1 這個0跟1之間有沒有格子 有 有格子 那我現在呢 把它放大 放大 變成很大 放 為什麼我現在要把它放大呢 因為眼睛看不到 我去給它放大 放大 對 把它放很大 但是你要記住喔 我們現在講的東西還是這個 並不是它有那麼大 是因為你看不到 是因為你看不到 那我要寫在黑板 讓你看得到 好不好 在尺的上面 在這個尺的上面 會有格子 那第一個格子的這個地方 它寫0 這裡呢 它會寫一個1 然後呢 它這裡呢 它會寫一個2 旁邊它會寫3 寫4 0到1之間 是不是有很多的小線 對不對 在這兩條線當中的尺 寫給你看 兩條線當中的尺 看喔 最中間 最中間那個地方呢 它有一個地方比較長 看到沒有 它其實比較短 也有比較長 沒有啊 還是都一樣 是嗎 我看看 真的啊 我看看 喔喔 不一樣 你再看清楚 它是不一樣 1跟0跟1 1跟2的最中間 每一個的最中間 喔喔 看到了 有沒有比較長 有沒有 有 有喔 它有比較長 最長的這個 中間的這個 0跟1的中間 1跟2的中間 中間知道嗎 知道 知道齁 你是南美國小 南美國小到補習班的中間在哪裡 不知道 因為你才剛來 喔 不知道 那我現在問你 麥當勞知道嗎 麥當勞到補習班的中間 你還是不知道 麥當勞到南美國小的中間 你知道在哪裡嗎 麥當勞 那個 南美國小附近沒有麥當勞 那你知道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有麥當勞啊 我記得台帽那邊附近有 台帽的1樓有麥當勞 媽媽有沒有帶你去逛菜市場 有 知道菜市場在哪裡嗎 知道 喔 那邊也有一個 嗯 中間 哎呀 感覺上有點難的樣子 好 這樣子好了 妳過來 妳 妳過來站在前面 妳站在那邊 妳站在這個地方 對 然後我站在這個地方 妳說 喔 我跟他的中間在哪裡 這邊 在這裡還是在這裡 那個 在這裡 對 不會吧 這樣是太靠近他了 在這裡 不要再過來一點 中間 知道嗎 什麼叫中間 懂不懂 懂 好了妹妹妳可以回去 妳要不要親我一下 啊 妳很真好 親我一下好不好 過來過來過來 親好了 喔 親好了 那換我親妳 沒有 嗯 好 中間 中間叫做一半 一半 一半 這叫一半 知道嗎 有沒有學過小數 但是那邊 1的那邊比較 比較大 然後0的那邊比較寫 真的啊 是耶 好 那我再把它換過來一下 這樣可以嗎 可以 一半 這叫一半 在0跟1之間呢 我們畫10個小格子 要怎麼畫10個小格子喔 格子喔 不是畫10條線喔 是畫格子要有10個 怎麼畫 弄手 我有一個蛋糕啊 叫妳切成10份 要分給10個人 要公平對不對 對 對不對要公平喔 1 2 不能亂畫啊 妳可不可以說這樣 1 2 3 4 5 6 7 8 9 4 喔完了 最後面這個人那麼大 這樣不行 我們先對半分 這樣對半分 接下來怎麼辦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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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喔 如果說妳 手上面 有 死的話 死的話 那妳就要量量看總共有幾公分 有多長 然後呢 再來 再來 再來去除以 分成10份 看是幾公分 再 點上去 來同學看喔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黑板上面 好 那 主任呢 時常畫圖 所以主任 大概 可以 分得很公平 分給妳看喔 首先呢 妳先找一個 中間點 這樣中間這樣 有沒有看到兩個 一個格子 有喔 這樣是不是有一個格子 有喔 這邊有一個格子 這邊有一個格子 這旁邊這兩個是不是很像一樣大 這裡再對半分 這樣妳會看到這裡有兩個格子 這邊有兩個格子 這裡有一個格子 合起來是不是五個格子 對 這裡有五個格子 這裡也畫五個格子 合起來就是 十個 十個格子 很好 這是十個格子 來 我這裡就畫出來有十個格子 十個格子 來 這裡就有十個格子 這一個格子 這一個格子 它的名字叫做一個 一個 毫米 來 看到了喔 一個毫米 這裡是一個毫米 這裡也是一個毫米 所以走到這個地方是幾毫米 兩毫米 兩個毫米 到這裡呢 就是一公分 一公分 這樣知道嗎 是 好 如果說我在這個地方 看到這裡喔 再走兩個 那這裡是什麼 這就是一個公分 一個公分 然後兩個毫米 親愛的同學有沒有了解 有 如果我不要問一公分兩毫米 我要問你說總共有幾個毫米 它有幾個毫米啊 十 十二 十二 為什麼說它是十二個呢 因為前面 十個 這個地方呢 有十個 好 然後呢 這個地方呢 有兩個 對不對 很好 你們都好放 好 如果把這個地方擦掉 不要讓你們看到 來 這裡 這裡是一公分 兩公分 兩公分之後呢 我在這個地方呢 再畫 看喔 三個毫米 看到沒有 兩公分 三毫米 兩公分三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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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等於幾個毫米啊 有幾個毫米啊 有幾個毫米 二十三 這個地方是不是有十個 然後那個地方是嗎 二十 二十三個 也有十個 好 這裡有三個 所以總共有二十三個 二十三 親愛的同學有沒有了解啊 沒有 了解了齁 都會了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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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覺了沒有 有感覺了 有感覺之後呢 轉 公分 和毫米的 變化 轉換 轉換聽得懂嗎 話句 我覺得呢 我一定是聽不懂的 這個字好難 話句好難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用話句 他說很簡單 同學看 三十四個 m 會等於幾個cm C 幾個cm 看 四個m 幾個cm 算三個cm 三個cm 幾個m 四個m 太厲害了 三 三 十 個 cm 然後 四個m 太厲害了 三個m 五個m 五個m 還有 來 請問剛剛有沒有跟你說等號很重要 嗯 等號代表結束也代表開始 嗯 正面 等號代表結束也代表開始 好 第一行 先看第一行 幾個cm 三 三 零 五 剛剛我們說齁 剛剛我們說 一百個cm 等於一個m 這裡有幾百 三 三百 這裡是不是三百個cm 三百個cm 三百個cm 一百個 叫做一個m 那三百個 是不是有 三 三個m 這裡是百位數 叫做百 三百是不是三m 那這裡呢 零 零 寫五數可以了 好 同學會不會 會不會寫 會不會寫 在哪裡 那這樣子好了 我們再從那個地方 再寫回來 好不好 好 好 這個地方直接擦掉就可以 會不會從那個地方 再寫回來 會 會 會喔 那麼厲害 我們看 我們要寫m 這裡全部都是寫m 哦 是齁 這裡都是寫m 那三十四 我們要 我們要 因為cm跟m是不是 十個 這是不是三十 這叫做 這叫做 三十位數 十位 然後這叫十 這是個位 這是十 這是百 這是十 對不對 這是個 這個是十 是十 這是十 十 這叫做百 這叫做 十 跟我唸一遍 三十四 三十 三十再加上一個十 三十 就是三百 三十個十塊錢 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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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零四 三百 三百加四 對 這裡喔 是三十加四 那這裡呢 是三零五零加四 哦 那這裡呢 是三零五零加四 哦 哦 哦 可以喔 可以 我們再教 明明這個題目 對 那是我在想給妳聽的 接下來呢 我們再看一下 加法跟減法 加三 公分加公分 公分加公分 毫米加毫米 公分的部分 這裡是不是有兩個公分 有 三個毫米 這裡是四個公分 五個毫米 加起來之後呢 三個毫米加上五個毫米 等於八個毫米 四加二六 是 兩個公分 加上四個公分 等於六個毫米 公分 對 他們加起來就是六公分 跟八毫米 你們會 會嗎 分成兩個 這是比較簡單的 如果說 我這裡是八呢 看喔 如果我這個地方改成八 八加五 這個地方是不是十三 對 這個地方沒有變 好 六公分 十三毫米 這個十三毫米 這個地方要近位喔 因為 要近一 十個毫米 等於 一個公分 一個公分 所以呢 這地方我們再畫一條線 要近 七公分 三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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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 今天的 講完了 數學科 數學科解釋 是啊 接下來你們要自己寫啦 好不好 好 好齁 嗯 你們身旁就讓你們自己寫 不會的來問主任好不好 好 有沒有愛主任 嗯 不知道耶 很好 我很愛你們 來 各位同學再見 拜拜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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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